我们都知道要想拥有一个好身材 必须做好一件事 管住嘴 也就是控制饮食 说起来很简单 可为什么这么难做到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超级减肥王的节目 在第八季节目结束之后 当届冠军Danny成功地从410磅捡到了191磅 可是不到一年半的时间 他就反弹到了295磅 我不相信一个能减200多磅的人是缺乏意志力的 一定还有什么别的原因 让他很难维持自己的体重 实际上2007年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个叫FTO的脂肪基因 在对131个小孩进行测试之后 他们发现有两对这个基因的小孩 要比没有这个基因的小孩 在平时明显吃的更多 也有更高的肥胖几率 所以说如果大家平时发现自己很难控制饮食 先不要埋怨自己 因为有可能是因为基因让你很难管住嘴 但是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因为从历史上看 在咱们基因并没有变化的情况下 为什么只在近代肥胖人群越来越多了呢 如果下次去超市 你可以注意一下 咱们的食物 无论是从种类 口味和包装上 相比于30年前都丰富了很多 而外卖网购等等工具 也让咱们获取食物变得越来越方便 所以相比于30年前 我们现在控制饮食 要比之前难很多 因为咱们周围的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那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有些人就能够做到 管住自己的嘴 长期保持身材呢 原因是 他们做对了一件事 就是不靠意志力 而是在潜意识力 培养出了一个控制饮食的习惯 曾经有个著名的实验 一个叫安妮的医生 为了改善病人的饮食习惯 她把餐厅收音台旁边摆放的饮料 和收音台远处的矿泉水 调换了位置 在病人们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三个月后 医院饮料的销量下降了11.4% 而矿泉水的销量提升了25.8% 更有意思的是 当安妮问到病人们 为什么买矿泉水 而不买饮料的时候 病人们说 这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有时候我们认为 周围的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但实际上 很多行动并不是有目的的选择 而只是因为这样更方便 所以如果你希望养成控制饮食的习惯 第一件 而且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就是 控制好你周围的环境 OK那具体该如何实现这一点呢 首先你可以马上做到的就是 处理掉你周围所有的垃圾食品 比如冰箱里的雪糕蛋糕 封印区里的各种饼干同化食品等等 有些人觉得自己能控制住 或者扔掉比较可惜 但是根据我多年以来的经验 只要它还在你身边一天 总有一天你会忍不住地把它吃掉 最长痛不如短痛 扔掉吧 诶 我要不都送给小柯吧 另外一个你可以马上做的就是 删掉手机里的外卖APP 这些外卖的APP本身是非常方便的工具 但是对于要控制饮食的你来说 很有可能会成为实现目标的阻碍 因为当我们饿了的时候 如果你手边有这样的一个工具 很容易就做出 太饿了 要不今天就放纵一下吧 的这种决定 而且就算本来你是要用它点健康餐的 打开之后呢 也很容易被其他好吃的所吸引 总而言之呢 就是千万不要相信自己的意志力 赶紧删掉吧 我允许大家暂停这个视频 把它们都删掉 同样道理也适用于买菜 如果你饿的时候去 往往会买很多高热量的食物 吃饱饭再去 就会避免这个问题 同时当你看到一些经济装 家庭装等等促销活动 除非你真正需要 不然的话千万不要轻易占这种便宜 因为最后很有可能 会让你吃了更多 OK 关于做饭呢 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 自己做当然是既干净 又方便的饮食方式 但现在很多人 根本没有时间来自己做饭 所以我推荐大家 可以考虑订阅式的健康餐 一般它们都是三天 或者一周一次的定期配送 尽管相比于自己做饭 价格会贵很多 但好处是可以节省时间 你也不用再去想吃什么 对于减脂来说 其实是非常有效的 我查了一下 某宝上也有类似的产品 没有时间的小伙伴 真的可以尝试一下 另外大家可以把你吃饭用的碗和盘子 换成小一号的 让你在不自觉中控制饮食的量 以及在平时工作娱乐的时候 不要在视线范围内放任何食物 诶 你为什么藏在这儿 简单来说 改变饮食环境的原则就是 让接触垃圾食品变得很困难 让接触健康餐变得很容易 如果大家能够做到上面几点 绝对会有一个很好的效果 但是就算咱们把环境已经清理得非常干净了 有的时候你还会非常非常的饿 我到现在还清楚的记得 当我备赛的时候 几乎每天晚上都饿得睡不着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在家里准备一点点 无糖口香糖 苏打水 尽管这些东西仍然会影响咱们的胰岛素水平 影响减脂的效率 但是它却比普通饮料或者零食好太多了 所以大家可以准备一些类似的东西 放在你平时够不到的地方 还是那句话 千万不要相信自己的自制力 另外我发现 有的时候咱们吃东西并不是因为饿 而是因为无聊压力紧张 孤独焦虑等等负面情绪 让咱们下意识地用吃东西作为一个发泄渠道 如果你是这种情况 我推荐大家使用一个转移注意力的方法 有些人是饿了就睡有些人是饿了就打游戏 总而言之就是通过别的东西让你暂时回避掉想吃东西的感觉 但值得注意的是假如你用本来就不太感兴趣的东西 比如徐英语看书来转移注意力是几乎没有作用的 因为它们会让你觉得更无聊压力更大 最后很有可能你还会找东西吃 所以大家一定要选择真正感兴趣的东西 对于我来说就是 看电影 其实改变饮食环境最难的点就在于 如何避免被朋友和家人所影响 有些人心里想减脂或控制饮食 但每次家人朋友一觉吃饭 因为不好意思和他们说 这种只能默默放弃 是不是你 在这里至少你可以做两件事 第一件就是主动开口和他们说 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 不支持其实无所谓 最起码别阻挠我 第二个就是寻找一起健身或者减脂的小伙伴 渐渐地形成一个可以帮助你养成控制饮食习惯的朋友圈 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 有人陪着你做 要比一个人做简单很多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曾经在饮食计划那期视频里 我推荐了一个80% 20%的方法 就是在平时80%的时间控制饮食 20%留给家人和朋友 这样的话既可以朝着目标进步 也可以平衡和家人朋友的关系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更加实用的方法 就是用这个 习惯记录表 根据原子习惯这本书里说 任何习惯再停止两天以上就很难再捡起来 那么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我们不需要每天都按计划控制饮食 而是集中注意力在 避免中间断开两天以上 我今天就是没有控制 尽管这是一个很小的心态上的变动 但是它可以大大减少你的负罪感 也更容易让咱们长期坚持 当然了这个方法不止适用于控制饮食 我也会用它来记录其他的习惯 我把它贴在屏幕上 大家可以截图进行使用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这个吃播 哦不 饮食视频的完整内容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哦 没有观众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击订阅 并把你的小铃铛点开哦 那现在是一月份 我相信很多小伙伴都在心里告诉自己 今年一定要开始健身减职等等等等 但我希望提醒大家的是 不管做什么 我们都不要过度依赖心血来潮的意志力 因为它只是一时的 而是不断建立一个 可以让咱们长期坚持的环境和系统 每天进步一点点 才能真正让咱们产生变化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